本周黄金应结束其连续九周的仗势作调整,增由周初2048美元跌至1863美元。 但赞民事,因美国国债收益率回落的情况下,黄金已回升至关键的1933美元以上,并在1945美元水平徘徊。 基本面上,研制疫苗的希望已经概过了新冠病毒的担忧。 周初美国国债收益率的回升压低了金价,美国国债十年期收益率曾反弹超过15%至0.727。 数据方面,上周的失业申请人数好于预期,出人意料地跌至100万人以下。 而美国公布的7月核心生产者物价指数亦强于预期。 数据的反弹被视为消费者通胀将回升的讯号。 这些讯号导致市场对经济前景乐观,进一步打压金价。 投资者应继续密切留意将公布的美国零售销售数据。 市场可能受到美国财政僵局和市场动荡的限制。 不过,不者重新整体黄金前景仍看账,数据虽然暗示着近期美国经济复苏的可持续性。 但总体而言,该数据仍处于较高水平。 美联储和其他主要央行都在实施超宽松的货币政策。 表明经济复苏仍有狠长的路要走。 因此,不者认为美元可能仍将承受压力。 技术分析方面,投资者应考虑到周初急速回落的部分原因可能是因为黄金近期的急速暴障。 極度超买,使市场反应过大的反效果所致。 卖方应等待1938美元的明显突破。 下行焦点于1900美元心理关口。 已确认1863美元目标的下行势力。 相反,上行方面,需要测试前一周的低点1960美元。 1972美元暂成为多头形成的阻力线。 只选于1935美元。 但不者认为,只要金价保持在1940美元强大支撑位水平以上,恢复上升势头的方向保持不变。 。